拿出一颗颗刚蒸好的小笼包 美味的香肠在肩膀上烤得滋滋作响 还有尖层金黄色的萝卜糕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这些台湾的平民美食 现在都来到了日本抽神 有求台湾上工协会24号 在纳坝市中心 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台湾美食展 将台湾的豆花 卤肉饭 牛肉面等料理 带到日本 让当地人品尝到架杠给台湾味 我手中的挂包里面 有飞满的五花肉和酸菜 这样的料理 现在在冲绳能吃得到 而这里还有肉包 还有传统的台湾的粽子 都非常的道地 这个活动已经是第六次举办 配合协会25周年 今年更是扩大举行 从去年的八个店铺变成15个 吸引了许多爱台湾的日本人前来 台湾想要去台湾 所以我来自我感觉 基本上我们这个活动 是每年都有举办 但是在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我们休息了三年 趁这个台湾陆产展这种场合 尽量能够推展我们 推销我们台湾的观光 今年除了台湾的传统小吃和饮料之外 还有贩卖嘉义的名产和蜜饯等等 也有变脸秀 歌谣秀 以及二胡演奏等精彩演出 让许多民众看得目不转睛 我们希望从冲绳开始 然后进入冲绳 进入这个全日本 协会会章表示 未来每一年都会办台湾美食展 让更多日本人体验到台湾文化 进一步发展台湾观光 金新闻 李宇珍 李方子在日本冲绳的采访报道 李宇珀